老杨到处说 任志强被判了18年 对体制内的政治意见人士下手真是够狠 这蔡霞所谓的高新科技支持之下的精致的专制主义 多了一个最新的案例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金 今天对华远集团原来董事长任志强 涉嫌贪污罪 受贿罪 农用公款罪 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 这个案子进行公开的审判 那么据说任志强2003年到2017年 利用职务质变贪污公款4974万人民币 相当多 收受贿赂125万 农用公款6120万 滥用职权制使国有控股企业 遭受特别重大损失1.167亿元 其中国有股股东华远集团财产损失5378万 任志强个人获利1940亿万元 数字都是不小的 当然跟赵正勇他们比起来还烂一点 还比较差 法院认为任志强的行为 毁门构成的贪污罪 受贿罪 农用公款罪 国有公私人员滥用职权罪 依法应以懲处 建议任志强自愿如实 供诉自己全部罪行 承认所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实 自愿接受法院裁决 违华所得以全部追缴 法院对公诉机关的量刑 建议以采纳 数罪并华 合并执行有期徒宣18年 处罚金420万元 任志强当众表示 服从法院判决不上诉 这个消息现在在全国海内外 大概大家都传了 所以有朋友说 任志强被秋后算账了 因为今天是秋分 平分秋色的日子 出现了一个任志强判18年的新闻 有关任志强这个案子 我们其实已经持续关注了一个时期 尽管我们都很清楚 任志强犯上难免严惩 但今天的审判结果呢 能让我们感到有些许的意外 一个70岁患有包括疑似癌症 在内的多种疾病的人 判如此重刑 真的会让我们感到有点意外 外界呢 对于这个新闻的报道 多半采取的新闻标题是 网传城撰文批 习红二代任志强 涉贪一审判18年 很显然 多数海外媒体认定了任志强事件 噪音不是经济犯罪 噪音是写文章批判习近平 惹恼了人民领袖最高陈锋 所以呢除了开除出党之外呢 用了四中罪 贪污受贿 浓用 国有滥用值钱 宿罪并华18年 处罚金420万 跟文革时候相比 当初有所谓恶毒攻击罪 那时候是以攻击谩骂 污蔑 伟大领袖毛主席呢 有很多的现行款革命 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戴这个帽子 那个恶毒攻击 就被枪毙 就被判刑 被劳改 很多 甚至毛泽东的死的时候呢 接到会有人笑出声来 当场就给毙了 这个消息现在听起来很荒唐 这个呢 时隔50年 公然在网络媒体指责 伟大领袖习近平主席的彼此骂 本来是杀头的罪 但基于各种各样的政治顾虑 只能以经济犯罪加以掩饰 这叫 加上呢 任志强长期本身就在 国营企业的上市公司 担任主要负责人 那鸡蛋里面要挑个骨头 怎么也能够挑出点毛病 上市公司的股票啊 这个上项下下 如果有损失的话 这个算到董事长身上呢 是不是这样呢 具体的案情我们不太懂 要在这方面找到证据 案上罪名 是比较容易的 没有经商经验的蔡霞 根本就不可能经商的许章论 估计呢 在这方面是没有办法下手了 所以像任志强 加上他的儿子和亲属 势必然可以找到 想找到的问题 任志强呢 第三呢 关于任志强应该这种社会代表人物 其实呢 有关方面国保啊 公安啊 国家安全部啊 对他都有这长期的秘密的监控 信息化大数据 在任志强案的真控 以及针对某个个人的 全天候的真控 监控跟踪 很显然 是有效的 蔡霞说是极权现代化 或者高新科技支持下的精致的专制主义 其实已经在任志强案件的真控 减数过程中 得到了天衣无缝的验证 只要任志强和他周边的亲属 社会关系不知道而已 我们很难清晰的描绘 和感觉到精致的存在 但是高新科技 新媒体和所有的通信工具 智能手机 以及智能手机APP 智能手机上的微信 微博 抖音 快手 批里啪啦 这个批里批里 等等等等 都有可能是针对某个目标人物 布下了天罗地网的元素 不然什么叫精致 不然什么叫高新科技支持下的 精致的专制主义 不然什么叫极权3.0 这里面刚好吻合了蔡霞的归纳 第四呢 任志强被开除党籍 紧接着用经济罪名判处18年 徒刑是有他一种特殊的意义 这是习近平任内第一个 被重判处罚的红二代 这个红二代 不仅曾经跟王岐山关系密切 也曾经像刘鹤这样的全程关系密切 得意得知的时候 按照任志强自己的说法 经常进出中南海 参与高层政策的决策 被问济啊 被征询啊 等等 他也算是精诚地头的 叫得想的人物 那么任志强的思想演变 转变 其实呢 在今天这个时代的红二代的圈子 或者群体也具有某种程度的指标性 代表性的思想转变 按照蔡霞的划分 任志强既不是专营派 也不是无奈派 他应该是属于后知后觉的改革派 思想的源头和传承 跟80年代的胡耀邦 赵紫阳 以及那个时候的自由化的学者 应该是有一定的衔接 2012年之后 他对体制的弊端 党的方针路线政策作风 有自己的检视 自己深刻的反省 和他的觉醒的觉悟 他曾经呢 因为所谓的投机倒把 也坐监牢一年多个几个月 遭受的劳逸之灾 他认为这是党有时候 对自己的儿子会有误解 他还是可以谅解 这次不来的 今时今日 他站在现行政治体制的对立面了 作为一个体制的叛逆者 他接受了受到这样的惩治 我相信他个人早就有思想准备 他不聘请辩护律师 聘请也没用 他不倡诉 上诉也没用 服从判决 我认为这是一种坦然面对 第二 任志强暗 对于在体制内之体制外 尤其是那些对当政者 并不以为难的所谓的社会意见领袖 文字批判者 就是一种杀鸡警猴 就是一种敲山政府 对于当局的专队这种 现行体制内外 政治意见的人士 这些大部分都是手无伏击之力的 如苏人 当局对付这些人的专政手段 绰绰有余 而这些人在目前 这样一个政治气场范围下 他们根本够不成 对当局有任何的威胁 第六 从目前的趋势看 蔡霞认定的党内改革派 并没有办法形成 他们期待的力量的击决 沉默的大多数叫无奈派 会继续的保持沉默 所谓的专营派 在这样一个内外夹击之下 会抱得更紧 更加的抱团 他这个团队内部的聚合力 会更加强化 命运共同体 利益共同体意识 会更加的提升 维护最高领袖的党内规矩 会更加的严厉 对锁定的政治意见人士的监控 会更加的缜密 更加的细腻 更加的水淫泄地 这就是专政五工具 国家工具的精致化 第七 目前的国内形势 国际形势大敌当前 外部压力抖拦增大 队内的政治监控手段会更加的严密 从边疆到内陆 维稳的经会逐年的增加 维稳的队伍现在已经扩边到四百多万人 对于来自外部的政治压力 又保持高度的戒备 来自外部 巩固内部 这个叫内循环 第八 任志强在这个牢狱之灾 看来是板杖钉钉呢 在监狱里像他这样有一点点特殊的政治经济犯 他又不是经济犯 前提他是政治犯 政治经济犯 不至于这样一个高龄 受到不能带的待遇 不能道的待遇 他能不能在若干年之后保释出意就意呢 现在讨论为时畅着 因为他我相信也坚定不易的相信 任志强这三个字 以及任志强这个人 不会就这样走进历史 消失在世人的视线之外 作为一个社会进步发展过程中的指标性人物 他在历史会有一席之地 他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 在狱中多读几本书 顺便减减肥 目前也只能这样面对 我认识一位我在南籍北籍的机友 在新疆也民族干部 政厅籍干部 如一人很厚道 很谦和 后来也进去了 判了十一年 什么东西我们不懂 但是进去了 好像也是以经济受贿这个名义 当然也给他加上了一些政治上的帽子 但是他进去不多久 他的女儿告诉我 瘦很多了 原来胖的不得了 现在山高的毛病 这个毛病那个毛病 进去以后没多久 减肥成功 山高没了 如果心态好 其实进到监狱也是读一次博士后 迄今为止 七十岁的政治经济患不是很多 或者很少 任志强算不算是开领风气之先呢 如果算真的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了 很多人说天亮之前最为黑暗 所以黎明天的黑暗是一般自然现象自然常识 任志强 或许只能算是大停电的期间被点燃的一根蜡烛吧 那好了 他的辅导员 会不会像当年武汉大学被退休的刘道育校长那样 每个星期千方百计设法去探望 他那个被关押的学生 土家野夫 郑士平呢 我希望会 尤其在这个时候 辅导员 政治辅导员 正是可以耐心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嘛 想一想 任志强如果刑满释放 也就是十八年之后 那个时候他八十八岁了 看这个模样 习近平先生 这位人民领袖 就是想让任志强 把老底做穿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